好继续带您来看到万荣马远村的婚宴 女方亲友是瑞穗齐美部落的民众 因此县政府呢 紧急在齐美部落社区活动中心启动快筛站 总共有127位的族人受检 结果有7位是呈现阳性的反应 已经到院进行PCR的解检 做进一步的确认 4月3号当日日子乡齐美村与万荣 乡乡马远村欢喜结亲家 不料这场婚宴却与确诊者足迹重叠 接到细胞简讯的女方亲友与部落族人 今天全都来社区活动中心快筛站 接受快筛 我没有去 那怎么想说今天还是要来检查这个 我认为很好啊 好 现在会不会有点紧张 不当然有啊 不舒服 你很高兴就变成这样 因为这件事情有没有就是在防疫上有做一些什么样的用备 因为他不看 要消毒啊 小朋友全部都要筛然后全部都要消毒 会不会觉得很无奈啊 对啊会啊 吃个喜酒变成这样子 对啊 除了女方亲友包括了全村族人 以及奇美派出所远景 奇美国小师生 瑞瑞国中的奇美学子圈都来快筛 确实配合防疫 因为那天就是我妹结婚了 对啊 那你妹还好吗 他们已经去做过检查 去医院做过检查 对对对 因为他们做过检查应该是运气 对都运气 我们全家都运气 原本喜事一桩 到头来却带给村民及亲朋好友困扰 女方家人也不乐见 村长蒋国雄除了呼吁村民做好自我防疫 也请乡公所派清洁队全面进行环境清销 希望能有效防堵病毒扩散 听到这样的信息是部落的主人也是非常紧张 是不是跟这个签证者这边有接触到 是不是有感染到 所以在生活上也是会带一些困扰 但是这个请飞队今天一定要做这个快筛 这样来给也是保障我们自己的村民 瑞士香维生所医护人员进驻快筛站从上午10点开始直到下午将近1点钟左右 总共有120人完成快筛 而其中有7人呈现阳性反应 一到就近医院进行PCR裁检做进一步确认 那做完筛检的人也请最好最近这一个礼拜内 不要到处去人多的地方 最好还是在家里自主健康管理 注意自己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咳嗽流鼻水喉咙咙痛一些呼吸道的症状 如果有呼吸道症状还是可以再进行就医 看需不需要再做第二次的筛检这样 虽然秦美村族人多数都已施打过三剂的疫苗 但是县政府紧急设立快筛站时仍踊跃受检配合 连续三个小时不休息 为村民做快筛服务的卫生所主任吴大志 也再一次呼吁快筛过的民众仍要做好自我防疫 才能够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的健康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水采访报道